哈喽了 今天又是一只 淘导开箱 这一箱的淘导都是我在618的时候买的 这一次我总共买了18kg 然后我里面不单单是用淘导的东西 我里面还买了就是PIN多多 我还买了就是1688的东西 那么你们现在就开箱吧 现在呢我就刚刚已经把它外面很像一层包装拆掉了 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开始吧 接着呢就是我买的这一个 这一个呢就是永和豆浆的豆浆粉 我想呢就是有去过台湾的人呢 对永和豆浆这个字呢是已经不陌生了 就是呢我觉得永和豆浆呢真的是很好喝 可是呢我完全不知道 就是原来他们有出这种3in1版本的 我呢是去到了英国 我才知道 诶原来永和豆浆有出这种3in1的包装的豆浆 就是呢在中超里面呢 你一定看到他们在卖这个永和豆浆的豆浆粉 这个豆浆呢真的是很好喝 就是呢我在英国的时候呢我每次都买 然后我每次都囤 就是可能早上喝一杯豆浆呢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它喝下去呢它完全不像是3in1的那种感觉 就是完全很像的是现弄的那种豆浆的 所以呢我每次都是靠这种3in1的豆浆来寻觅 所以就是这个豆浆粉 这个豆浆粉呢在shopee也是有卖 不过shopee会比较贵啦 我在shopee呢买大概一包呢 我在淘宝可以买两包呢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永和豆浆粉 喜欢和豆浆呢有什么呢 可以买这个来试一下 它呢有分很多种口味的 有经典的啊有甜的啊有蔗糖的啊有黑糖的啊 你们都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豆浆粉啦 接着呢是我买的两个自嗨锅 因为呢我在shopee上面看呢其实蛮贵的 它一个自嗨锅呢在shopee卖的都要10多块一个 我觉得蛮贵的 所以呢我就上拼多多在淘宝上面看 我也不记得了 我就买了这个自嗨锅 我买了两种口味都是大家推荐蛮好吃的 第一个口味呢是台式鲁肉饭 第二个口味呢是这个广式香肠 因为呢就是我个人啦我只吃过就那种懒人的火锅 还有懒人的面而已 我是没有吃过这种饭的 我觉得蛮特别的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个自嗨锅来试一下看 它呢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 你们有吃过这个自嗨锅吗 有什么口味好吃的 你们可以在留言下面告诉我 然后我会去try 这个口味呢我是看小红书上面蛮出名的 我就买来试一下 就是这两个自嗨锅 接着呢也是我买的一件 就是类似于这种的挂膜上面 这一件呢我是在拼罗罗素上面买的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有一个woucher 结果扣到来呢我记得超便宜的 好像才一两块人民币而已 大家真的是那么便宜 所以呢我就想说我来看好不好喝 因为我看到这一件呢它的review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我就买了就是类似于这种的挂膜上衣 就是这一件呢我觉得超好看的 这个穿上去过后呢我觉得整个呢简直白了两个度 这个真的是很显白的这件衣服 它这种湖蓝色 然后呢我觉得这一件呢它的快点呢是超级无敌的薄 看到吗 所以呢你里面的内衣呢也是要尽量选择一些比较薄的内衣来穿 你看它会收到那个线条的去出来 所以呢这是它唯一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太薄了 不过呢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这一件衣服超好看的大家 它呢是属于这种就是这种绑带的设计 就是这样子的超好看 然后这个呢它完全是遮住你的腹乳的 所以不要担心腹乳的问题 这件超好看的大家超级无敌的白 看上去哇这件好看 它唯一不足的地方呢是它比较薄一点的 除此之外呢完美就是这一件 接着呢就是我买的这一个若途的抹茶粉 不知道你们呢有没有听过就是五十零的这个抹茶粉 五十零呢就是日本一个蛮高级的一个抹茶粉吧 它呢是马来西亚的NikoNiko 是差不多同一个level的 可是因为你们呢真的很贵嘛 所以呢我就没有买到五十零的那个等级 我呢是买到和五十零同一个厂家 它们是出了很多个不同的level的 我呢是买了这个level叫做若途 五十零是最好的啦应该是 因为它是最贵的嘛 然后这个若途呢是大概在中间一点的那个 这个抹茶粉 然后呢我买了这个五十g的抹茶粉呢 它们就是有free的这一个五gram的五十零给我 来try 所以呢就是买这个若途呢他们就送了这个 我买这个抹茶粉呢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很喜欢抹茶的人 然后呢我喝的抹茶呢就是一定要苦味的那种 我蛮喜欢就是抹茶呢它们苦的那种感觉 就如果我们去NikkoNikko的话呢 我先order它们最苦的最苦的那个抹茶 因为我蛮喜欢抹茶它们苦的味道的 就来开给你们看它里面是这样的 哇我看里面还有这个防肠的类似 它里面呢是这样子的 就是还有一个小包装 我现在就不开了吧 OK就是这样啦 这个呢在淘宝上面的评价 还有小红书上面的评价呢也是不错的 如果呢你们和我一样就比较喜欢酷一点的抹茶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拿来出来一下 就是这一个啦 它粉的颜色呢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发窟 可是我觉得很不错的 这个发窟 因为这个呢是我帮我朋友买的 所以我就不要带上去了 可是它呢就直接把这个发窟呢 装在盒子里面就这样子而已 然后我感觉很不卫生 因为我朋友呢买的是白色 感觉会很容易暗脏 然后呢我觉得它的做工也没有很好看 就是你看这边 我感觉它的做工呢有一点点的烂掉了 然后这边也扁掉了 大家不知道你们看得出吗 就是这个已经扁掉了 因为它完全的就是这样子塞进去而已 完全没有什么东西保护着它 就这样子打开就这样子了 Oh my god BB不是我弄的 我也是一家店 避雷避雷 这家店东西不要买 就是很不好耶它做到这样子 接着呢是一条青色的裤子 怎么我也是买青色的东西 Oh my god 就是一条青色的裤子 这条裤子呢 Oh my god 我一摸呢它Quality好到爆 我感觉我要再买它过后的全部颜色了 真的 它夹这个Quality呢摸上去超级好 它的颜色呢也是我很喜欢的 比较paste的那种青色 至于它的版型呢 我穿上身后才告诉你们啦 就是这一条 大家就是呢 这一条裤子呢 真的是超好看的 它不会显得就是你的胯很高 然后呢 它的质量呢也是全部都很好的 它的Quality呢真的是蛮厚实的 它的这条裤子 然后呢它这个青色呢 超好看的 我觉得 然后它也是高标的 它的版型呢我觉得也是蛮显瘦的 因为呢就是我的胯会比较大 穿上去过后呢 也感觉到它能够完合的就是修饰你的胯 我觉得呢 这条裤子呢真的是很好看耶 然后它也是有两个口袋 它的口袋呢也是蛮深的大家 对呢 这条裤子很不错 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这条裤子的版型呢是很好看 然后呢它还有很多个颜色 大家 这条裤子呢真的是推荐 这条裤子呢真的是蛮推荐的大家 登登 登登 大家 这个呢就是我之前已经有介绍过的 我这次又买了50包 我买了超多的 我这一次呢就是买了50包的这个 最新生薯条 大家就是这个薯条超好吃的 就是呢我在我上一支淘宝开箱里面呢 我已经是有买过了 我是有介绍过 然后我也是有try了 我觉得超好吃 那个时候呢我大概买了30包吧 我一个礼拜我就吃完了 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然后它们尤其是这个 honey butter的flavor 就这个蜂蜜黄油口味 这条的口味 best大家 所以当它这个口味呢我们买了30包 然后另外的20包呢我买的是 这个original flavor 还有我还有买的是麻辣的flavor 我想要来试一下这个麻辣口味 我这一次呢我就不try给大家看了 因为我的牙口痛了大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就是我的牙这边痛 这几天呢我都吃比较柳池的食物而已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不开箱给大家做testing了 你们呢就可以直接去我上一支淘宝片呢 就看我做这一个薯条的testing了 我的牙枕痛啦 就是这一个 这个真的超好吃的大家 如果你们是喜欢吃薯条的话 你们可以去买它的这个蜂蜜黄油口味 所以好吃 咚咚接着呢就是这一个 它的牌子呢是费震宝 它在中国是蛮出名的一个品牌 它里面呢就是这样子的费震宝 算是一个在中国的大品牌的一个宠物界的supplement 这个呢也是符合wogogo的口腔健康的 就是呢这个呢也是买来裹它的这个oral care的一个supplement 然后呢我买这个supplement呢 它就送了这么一大包的wag tissue 我gogo的wag tissue 超大包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值得的 就是这样子啦 如果你有gogo的话呢 你们也可以去做下surveyor这个牌子 然后呢它的supplement呢 我看晓鸥说呢是蛮不错的 所以呢我就买来给我家的gogo的 就这个牌子的supplement you want it 接着呢是这一个 这个呢是我买的cafe dough 我买的是这个蓝山cafe dough 就是呢因为我的家是有那种coffee machine 然后我就在淘宝买它的cafe dough呢 是便宜很多的 因为呢如果你在马来西亚那种shopping买的 200多g呢就要20多块了 我在淘宝买的1kg呢才有20多块 然后重点呢是这个牌子呢很好货 我已经货了很多年 就是这个牌子的cafe dough 我就一直回货回货回货而已 就是这一个 它是属于dark rose的 就是嗯 比较不会有酸味的那种cafe 如果你家里有那种很正规的cafe 你们呢就可以尝试一下买这个cafe dough 你可以要求呢它把那个cafe dough 磨成粉哦 因为就是我很懒惰每次要喝的时候呢 把那个豆磨成粉 所以呢我每次买的时候呢 我会直接叫那个卖家呢 帮我把全部的豆磨成粉 所以呢我每次拿到的时候呢 就只是cafe粉 只是这样子啦 这个是espresso的那个豆子 跟着呢 接着呢又是一件衣服 这件衣服呢 如果你最近有刷淘导的话 一定会一直刷到这件衣服 它有很多个颜色 我这一次呢就买了这个 涤云青这样子的颜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呢很summer很好看 它就是一件这样子的无修托 然后你看哦 它这边呢已经有一些线头了 看到吗 这边有很多这种线,好像头发这样 就在这一边,你们看到吗? 然后它的做工是蛮粗糙的,一堆线头 我觉得把它剪掉了就会好了,把它看到吗? 这边的线头长 它的做工是蛮粗糙的,它一拉就这样了 好不好看呢,我待会穿上身后再说吧 你看它的线头 这个呢,不是很好耶 好吧,这样 给你们看的就是呢,我买了三件青色的东西呢 颜色都是不一样的青 因为我刚刚才要拍Try On的时候呢 哇,发现到三件青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到吗?一件是这样子,有一点蓝的青 Turquoise的感觉 然后一件是这种pasta green 然后一件是这种highlighted green 超好笑的,三件都不一样的 登登 哈喽大家,这一件呢,我觉得是蛮好看的 就是呢,它这一边呢,是类似于就是 火收这样子,就是没有那个吊带的 然后这一边呢,就是会有两个这种不规则的吊带 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衣服呢,穿去rave party 穿去那种音乐节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再加上它的颜色呢,真的是超好看 这种衣服呢,就比较适合去特别场合穿 就是呢,如果你穿这样子走在普通街上 会有一点点奇怪 因为呢,它其实是蛮露的这件衣服 然后呢,这件衣服呢,我想说的是它蛮薄的咯 所以呢,你要选好就是你里面穿的内衣 这个是唯一一个不好的一点 然后呢,我觉得这件衣服真的很好看 然后呢,它的颜色呢,是真的很亮 这件衣服呢,真的非常适合穿去音乐节的 它呢,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件衣服呢,真的是蛮好看的 噔噔,今天这呢,也是我买的两个木汤匙 这个呢,和刚刚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这个是比较大把的 我刚刚那个呢,是比较小把的而已 这个呢,是拿来吃饭的汤匙 然后这个呢,是能够拿来吃饭的 就是呢,你能够直接放在那个网柴上面的 就是来煮东西 应该是嘛,就是这样子的 我看的那些韩国人的Vlog呢,他们很喜欢 就是直接用这种木汤匙哦 直接在那个,呃,叫什么 那个Pan上面呢,就是这样子炒菜呀,炒肉啊,什么的 所以呢,我就买了这两只 这两只的Quality呢,也超级无敌的好的 你可以感觉到呢,它的这个木的Quality呢 是很好的Quality 然后呢,它的很厚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子的汤匙 真的是这个Quality很好呢,假如有需要的话呢,也可以去买 好了,大家今天的朋友开箱就到这里啦 我呢,就是会把我所有买的东西的Link呢 都会放在我的Description box下面 如果呢,你们想要购买的话 你们呢,就可以自己去Description box下面查看啦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Subscribe,Like,还有Comment哦 谢谢你们的观看,我们这个影片再见 Bye Bye The aftermath of Kalu Bao开箱 再见 再见